岛内的绿营网军侧翼一直被各方诟病 但他们不知收敛还越发嚣张 据台湾媒体报道 前名代黄国昌和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 本月16号号召民众到凯道游行 诉求居住正义 司法改革 但参加游行的民众却遭到网军的攻击 据台媒报道 7月16号有民众上凯道游行 其发言却被绿营网军攻击 形容他是薪水两万五 想买大安区的讨厌鬼 游行群众遭网军攻击 也让黄国昌向赖清德喊话 你也出来说 希望蔡英文可以制止他的网军 台湾现在是在搞什么 我希望赖主席可以听得下去 要赖清德解决绿营侧义网军的问题 因为他们太猖狂了 据台媒报道 台湾网红丁特本月初狂骂民进党 结果也被网军攻击了 你看一下我们民进党政府 花钱的这个嘴脸 相关直播片段在网上引发热议 不过之后 丁特在脸书发文道歉声明 说自己近期常在网络直播期间 批评民进党的官员是他不对 还向网军求饶说 不要再攻击他 网络匿名性很高 在很多的言论更加肆无忌惮 然而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这法律还是可以追究的 学者认为 网军的不当言论是可以被追究的 但在实际操作面上 要追究恐怕并不容易 找个人 那是什么 还真是不容易 真的 就会